今天會自己焗餐包吃 昨天已經打了餐包皮 這個麵團就放在冰箱上 早上才拿出來解凍 你要吃多少個就做多少個 不用說我打了麵團20個我怎麼吃 你可以吃一個,你可以做一個 今天會做三個餐包 奶黃餐包 這個奶黃餡是自己蒸的 都是放冰箱 要保存得好就一定要放冰箱 攤一會就軟了 叉燒餡 叉燒和叉燒餡都是自己做的 叉燒餡一日之前就拍了一條片 這個叉燒包昨天都吃過 味道真是酒樓叉燒包的味道 我今天還會再做多一個雞尾包 現在就做了一個雞尾包的餡 先說一說雞尾包餡的材料 牛油25克 砂糖14克 奶粉10克 吉士粉2克 低筋麵粉2克 和椰絲14克 很簡單把材料全部放入碗裡 攪拌均勻 vy US 開啓 5克 C 搭配 5克 大功能 開啓 索 1克 4克 4克 2克 對 先把椰子搅拌均匀 先把椰子搅拌均匀 把椰子搅拌均匀 做少量, 可以分2次 吃剩的是放在冰箱上 把椰子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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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看餡的形態, 不需要冰都可以做到 就這樣就可以倒包了 先做雞尾包表面那層 現在做雞尾包表面那層 叫做雞尾油 材料是牛油10克, 砂糖2克, 低筋便粉5克 攪拌均匀後, 倒入牛油紙 攪拌均匀後, 即是一碟 攪拌均匀後, 將椰子搅拌均匀 好久不見 这张牛油纸摺成三角形 把极少量的鸡尾油放进袋里 用牛油纸摺成袋子 将它推到最前 看到吗? 接下来剪洞 用来折鸡尾油 这个时候材料已经准备好的时间 就可以拆包 现在开始拆包 拿出面团 做三个包 三个包不用太大 用来折鸡尾油 即是要吃多少就做多少 其他的放在冰箱里 这样就方便了 吃完面团 接着又再拆包 好像今天我都要拆酥皮 打一锅酥皮 几十块 那你就做蛋撻叉烧酥 都可以了 喜欢吃两个蛋撻 想吃多大个包 就随自己喜欢 每样做一个 鸡尾包就做两个 这个动作就叫初体 不是初体验 不是初体验 初体面包的体 初体以后就放在这里 放一会儿 这个面团就可以放到冰箱里 先做奶黄包 拿着 做奶奶 他来烧 握 就 來吧 用筷子他是用筷子 用筷子串 用筷子去 用筷子炒天 用筷子炒天 用筷子去做 用筷子炒天 汁包的手勢就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做一个叉烧包 不用只有一种口味 我们今天做三种口味 叉烧包,刚才吃过叉烧盆很棒 多放一点也行 然后做鸡尾包 鸡尾包我也是第一次做 上网看别人怎样做 其实没什么难度 开阔一点 因为我这个叉烧包是打得很柔软的 如果昨天有看到我的影片就知道 这些鸡尾包的鸡尾包 做一次,我想可以用到三次 二次是这样摺 这样摺了,以后 看清楚 然后再这样 即是类似是这样 这样摺了 让大家看清楚 这些鸡尾包 可以做到六个 要做到 按一按它,捏一捏 然后这样封一封去 大约是这样的 我还没做过的 但是很简单 看看会不会做 然后面包 已经做好了 一个叉烧 一个奶黄 两个鸡尾 鸡尾油 还没做到 现在就放在焗炉那里 蒸焗炉那里 先发烤 焗炉已经是预热了195度 接着就扫蛋 面包就发烤 已经是完成了 薄薄地扫一层就可以了 叉烤包 可能有点蛇 接着我们就 折鸡尾油 用刀剪入一个洞 切得不太好看 那就多切一点 切齿吧 不要浪费 接着就放一点白芝麻 这样大约焗它 十至十二分钟 面包就已经出炉了 一个叉烧一个奶黄 两个鸡尾 让它放冷一点 才和大家试一下 现在和大家试一下 面包 底面都烤得很漂亮 这个就是奶黄包 叉烧包 这个鸡尾油 放一点 放一点 还有这个鸡尾油 拿鸡尾油 鸡尾油 鸡尾油很棒 和奶黄差不多 好 谢谢观看